大家好我是米区克斯 iPhone15发布了 昨天晚上在我结束我的直播之后呢 熬夜看了苹果的发布会的直播 看完之后我惊呆了 发布会发布的几款产品 哪个值得买哪个不值得买 关于我对产品的一些看法 今天就摇身一变 从直播待会播出 变成一个科技评测 诶评价人员 我连iPhone15全系列的壳子 都在直播间准备好了 结果当头一棒 我们先说说 大家可能不会买的苹果手表 可能为什么这么说呢 没有新意 外观几乎没有改变 Apple Watch Series 9 和新款的 它的第二代 外观几乎一致 这个理解 核心的升级成了新的S9 SIP 就是它的新的处理器 增强了2% 30%这样子 Apple Watch 9呢 它在屏幕上就跟它匹配了 什么意思 亮度很高 2000尼特的是吧 然后但是Apple Watch Ultra呢 第二代的话3000尼特 就是屏幕没得说 续航还是得说一下 续航还是不是那么完美 Apple Watch Ultra第二代 续航时间能超过一天半 实际使用呢 也就一天多吧 没那么好 那这个东西没有什么亮点 但是它有一个创新的功能 我觉得哇很帅 就是啪啪 两下 这功能是真没想到 就是苹果在设计产品的时候 确实你看我们没想到的事情 它想到了 它真的会想到 我们有苹果收不到的时候 买一杯子 明白 接 啪啪接 是吧 多了一个双击 手指的手势 确实在这一方面 可能唯一的亮点 就是这个 让我觉得可以买 因为配合新的传感器 配合新的处理器 才能实现那个 之前都不行 所以说 你要升级的话 你要为了这啪啪两下 你可以升级 那建议吗 建议 因为苹果发布会 在一开始的时候呢 它那个讲的那故事 我都看哭了的 它真的苹果手表是 能够救你命的东西 它的重要性 如果在一定程度来说 是非常高的 如果在这个日常生活中来说 可能没有那么好用 是吧 但是 可能不太符合 我们国内的消费习惯 生活习惯 但是它确实在 某些领域当中 已经做到足够棒了 那这是苹果手表 那马上说iPhone 几年前 iPhone在每年推出的手机当中 推个新的 推个旧的 推个半新不旧的 是吧 这一次 哎呀 能说的挺多的 那我现在用的是 iPhone14 Pro Max 我们就先说iPhone15 那大概率看 就像这iPhone14 Pro系列 换了个壳子吗 但它又不是换了个壳子 它由我一直想要的优点 因为iPhone14 Pro和iPhone14 Pro Max 它的这个不销钢材质机身 确实狗病的地方在于太重了 半斤重 是吧 有点重 不舒服 割手 那iPhone15解决了 解决了 同样用的是 A16的仿生处理器 性能的跟iPhone14 Pro和Pro Max 是一样强大的 但是又多了第二代的一个 一个宽屏芯片 这个芯片呢 又能实现很多 咱们这个以前实现不了的 比如说 你的手机可以被 苹果手表找到 是吧 这个东西也是个新东西 但是依旧很遗憾 遗憾在什么地方呢 重大的功能 我们国内还是拿不到 都说我们国内另外一家手机 要领先 但苹果其实也有 只不过我们不开放罢了 我们把那功能给阉割了 不说苹果做不出来 就是我这功能一缺失 我觉得 我们在花同样价格买的手机 对于我们国内用户来说 不厚道 不好 比如说那卫星电话 我们没有 是吧 你真有些户外引讯的时候 你只能用另外的手机 没办法 我们没有因为说 功能砍掉了 我们少花钱了 没有 那第二个就是iPhone 15 和iPhone 15 Plus 比它强的地方在于 肯定比它轻嘛 轻 镜头上也有优化 也有优化 虽然说都是4800万相对 有新的处理器 优化它 设计上优化 当然少了一个就是长焦镜头 除此之外 我觉得iPhone 15和iPhone 15 Plus 要比iPhone 14 Pro 和iPhone 14 Pro Max 要优秀很多 那价格更低一些 值得买吗 非常值得买 因为这个A16处理器 它性能已经强大到一定程度了 哪怕你干什么都可以干 玩游戏也可以 它的这次性价比非常之高 可是说到性价比的话 我们都是 科技方面是喜新厌旧 对吧 买新不买旧 这次iPhone 15 Pro的重大更新 我们依旧有一些东西享受不到 但是没关系 机身用了 钛金属 是吧 这种钛金属呢 硬度当中属于非常好 也就是说以后 大家如果 你买个保险 你可以裸机使用 你要不怕磕碰的话 它那磕碰的肩膜程度 要比的不就刚强多了 有可能你把手机掉到地上摔一下 没关系 可能轻微磕碰 比较耐用 是吧 特别轻 它说是史上最新的 Pro系列 太好了 那这样的话 Pro我们之前一直狗病的地方 不存在了 而且也不割手了 机身圆滑了 所以说这一次Pro 是自打苹果在iPhone12上 做了一个非常扯淡的更新 这种割手的材质之后呢 头一回 不让它割手 我都不知道苹果在想什么 是吧 才改了之后 那这个没有狗病 重不重了 轻了很多 轻了十分之一 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重量变化 性能 虽然说是割韭菜 A17 Pro处理器 你看一下啊 很多人以为 CPU强的10% GPU强的20% 没什么强大 它强大多了 它里面你发现没有 已经跟桌面器一样 它我就称它为 直接把电脑上 该用的那处理器呢 放在手机上了 直接能玩 以前只能在PC上 和Mac上玩的游戏 PC版的属性 这一瞬间 我相信 任天堂看了之后 第二代 要马上改PPT了 改硬件了 因为很有可能 任天堂随着第二代 它性能都不如iPhone 我之前一直在说 我们市面上 最牛逼的掌机就是iPhone 你看现在 大家应该知道了吗 直接能玩 玩我们就要在PS4 PS5这样玩的 是吧 生化危机4的重制版 你看那效果 你看那效果夸张 还支持光追效果 光追都来了 各位 什么概念啊 直接把市面上 所有的手机全秒了呀 全秒 游戏性上 无可批敌呀这样 所以处理器强不强大 我们很多人在 一直追求说 CPU10% GPU20% 再看看光追 这一出来之后 它是在整个维度上 无比的强大 再加上它3nm的制程 你想功耗肯定降低 它塞了那么多处理器 还塞了什么处理器 还塞了专业视频 作者需要的处理器 它就是直接一个 专业的处理器了 以后用苹果手机编视频 它已经比很多PC主机 还强大了 就为什么我们以后 不能用这个iPhone 做处理器呢 可以了 其实已经 iPhone搭个鼠标 搭个键盘 插一个改孔的US Type-C 接个显示器 你试试看 你投个屏 有没有可能iPhone以后 取代Mac呢 是吧 在某些工作理应当中 它是可以的 都是的东西 这东西拿不了 是吧 你作为户外探险 这东西太好用了 屏幕材质上说 没有太多的更新 它其实是全面更新 整个外观 看似没有更新 整个材质更新的 而且这个材料特别可怕 苹果专属材料 就别的厂商 想用它的材料还没有 它一下做到业绩的领先 不仅领先可能独占了 所以说这次最值得买的是什么 就是iPhone 15 Pro 和iPhone 15 Pro Max 当然如果说你 你要拍视频更好的话 你要远交的话 买iPhone 15 Pro Max 它独占的5倍的光学变焦 有的时候5倍的光学变焦 有什么意思 我们安卓都20倍了 那不一样 不一样 就技术完全不一样 使用的效果是不一样的 iPhone 15这5倍变焦 光源变焦 它是能用 能用的出来 有些光源变焦 你能拍个照 你凑合用吧 看一下吧 它是从实际使用角度出发的 我觉得iPhone 15 还是留了一步 它没有革命星雷电4 它的电脑 它的平板 都已经用雷电4了 它非要在iPhone 10 能用雷电4 不用雷电4 它为iPhone 16 做个准备 因为你现在用了之后 没缺陷了 你还要干嘛 没干的了 留了一手 也够用 就iPhone总是要留一手 有点遗憾 我这蛮遗憾 但是也够了 起码这传送速度 比我现在这个 快20倍 这东西 有时候我真拍视频的时候 往边往上传 很痛苦的 真的很痛苦 整体来说 更新很大 它更多是在软件和硬件层面上 做的深度融合 A17 Pro处理器 这种桌面级的处理器 融入了很多AI运算的 就是未来趋势已经定了 AI运算为主 就这手机以后会完全了解你 手机反映速强速非常快 就跟人说话一样 而且以后呢 iPhone 15 Pro 以后就是电竞游戏掌机 也就是说未来发展方向 一定是 围绕它的发展方向 一定是各种的游戏掌机的配件 各种的 比如说那个增强功能 各种的外设 外支U盘 我们直播间都有 每天中午商场办 晚上8点多直播带货 以后有很多iPhone 15 系列的相关配件 那我会买哪个呢 如果我能抢了到的话 iPhone 15 Pro买一个 iPhone 15 Pro Max 我也买一个 以后我双击足 用这两个组合 一大一小 我觉得挺好 也不知道大家对它有什么看法 我说的比较浅 我说的比较浅 但是真正的实际分析呢 我们要拿到真机之后 等我买了之后 我们会有一个非常详尽的视频体验 欢迎关注 欢迎订阅 我是米秋斯 我们下期视频继续再见 你会不会买呢 留言评论区说出来 再见